時尚乖乖米 路野春意志冰棒 石山草邊茂 每一樣都是出自台東在地的好物 除了上架商場賣店通路 穩定国内销量外 业者也放眼国际市场 争取海外订单 只是近年受到疫情影响 出国成本增加 台东县府特别提高国外餐展补助 协助减轻业者负担 鼓励业者多参加展秀及国际竞赛 借争取海内外订单 台东县府品牌台东产业行销补助计划 针对县内立案团体 公司及涉及台东的县名 提供餐展租金 布置广告行销 运输等补助 且因应疫情发展 特别提高国外展金额 个人最高六万 团体十二万元 比国内补助高出整整一倍 自即日起到三十号受理申请 像主动出取 这样子对我们的商品的年限度会比较好 才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商品 可以做哪些事情 可以提到接近顾客群的部分 近四年来 我们大概补助了一百五十九家业者 然后我们大概预算是投资了一千三百多万元 那创造价值是一六千多万 全球化下台东品牌想走出国际 少不了出国参展行销 卸服总和四年寄出超过千万补助 强调已成功创造破亿商机 在支援相对匮乏的逆势中 拼出在地产业的新出路 原事新闻 来 主持人台东西采访报道